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英國政府7月14號正式宣布 全面禁止華為參與英國的5G網建設 英國內閣大臣奧利弗·道登說 從今年的12月31號開始 禁止英國通信服務商再購買新的華為設備 而且已經安裝的華為設備 也必須要在2027年前全部拆除 道登表示 禁用華為設備 將是英國的5G網絡建設推遲一年 但是這對於英國電信網絡 對英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 無論是從現在還是從長遠來看 都是正確的選擇 在英國政府公布禁令的前幾個小時 華為英國董事長約翰·布朗宣布辭職 長江洪水暴漲 中下由幹流水位全線朝警戒 7月14號 網上傳出保武漢棄鵬洋的說法 有網友拍攝視頻說 鵬洋縣馬路上停靠了幾百輛裝滿泥土的汽車 綿延幾公里 他們是準備去挖堤 炸開缺口的 目前得到的信息是把武漢棄鵬洋 鵬洋一直要棄油燈街 在油燈街他們挖開缺口炸開 你看 全部是車 幾百輛啊 好幾公里啊 都是這麼長的車 視頻顯示 鵬洋地區一片汪洋 水面上幾乎看不到建築物 一名婦女獨自在湍急的洪水中漂浮 情況令人擔憂 當天 長江中下游多個地區發出了撤離令 大批百姓拿著簡單的包裹扶老邪幼撤離家園 發視頻的網友說 國在家王看到心酸 希望有一天 當這批逃難者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給一杯水或者一碗飯 行個方便 因為我們都有可能是個遇難者 當中國大陸災難重重 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卻沒有放鬆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今年上半年 中共至少非法抓捕和騷擾了 5,313名法輪功學員 其中 非法抓捕2,654人 騷擾2,659人 強制送洗腦班77人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中 由局長、教育專家、大學教授、博士、工程師 醫院院長、醫生、銀行幹部、私企老闆等各界精英 迫害遍及中國的28個省的238個城市 其中最嚴重的省份是河北省和山東省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